这一刻,妖族老祖宗的神情中带着一种无情 这种无情源于妖族的颜面 一声略带沙哑的声音在妖皇殿主殿中突兀响起 带着无上的威严 众人一个机灵纷纷攻身失礼 拜见老祖宗 妖皇虽不必攻身,却也起身而立 簇眉静候着老祖宗接下去的吩咐 他可不相信老祖宗做的决定会如此简单草率 清临先使一正,继而骤现喜色 马上又想到了什么,不由有些期待 妖族老祖宗总不会让他一个人前去吧 果然,妖族老祖宗的声音又悠悠响起 但圣女不能出半点闪失,把所有抢手都派去 务必保证圣女安全 老祖宗的话在妖族就是圣旨 是,仅遵老祖宗之命 但众长老也从老祖宗在务必保证圣女安全上 唾异加重的语调明误 此去,保护圣女才是使命 至于助硝烟嘛 妖皇也随着翘起了意味深长的笑 如此甚好,既然欠硝烟的情总是要还的 那么,还给硝烟这种走走过场的顺水真情 最合适不够 清临谢过老祖宗 清临也听出了老祖宗的意思 但老祖宗不加阻拦,还派进高手随他前去 已经是给了他很大的薄面 他自然要感恩败谢 在妖皇的汉手下 一道道命令经由各长老快速传达下去 妖族高手陆续汇集到了妖皇殿主殿 各超级势力在调兵前将 丹殿的各路援军也在陆续赶到丹殿主殿 双方仍在对峙 丹殿又有一批元首赶制 这批元首人数倒不多 也就二十几个 但个个都在六星以上 其中还有五名七星初期斗地 汇入丹殿现有的阵容后 丹殿一方声势更威 不过这对有四长老压阵的萧炎 与魔皇清浩然一方来说 并没有增加什么威胁 可是没过一会儿 连一只满脸不屑的四长老 也不禁动容了 两名身着素衣的老者不知从何而来 竟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丹殿殿主左右两侧 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与四长老相比 竟不相上下 赫然也是八星初期的斗地 不过这两名八星斗地出现后 却没有什么举动 就是冷漠地站在那里 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 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两人都是丹殿的克卿长老 受丹殿调集大军的号令 赶来守护丹殿 是他们职责所在 但并不代表他们会轻易出手 因为他们的对手将是四长老 虽说四长老晋升八星斗地时间不长 但也是他那一辈的绝世天才之一 据说特别善战 同杰之中含有敌手 就算他俩以二对一能取胜 恐怕也要付出不菲的代价 他们才不会傻到主动挑战呢 可即便如此 两个八星斗地只往那一站 带给硝烟一方的威慑力和压力 那也是倍增的 远观的人群大气不出 开始紧张了 丹殿的实力 随着一波波援军的到来 强大的令人战力 更有两名八星初期斗地压阵 明显有着绝对的盛面 会不会马上对魔皇和硝烟他们动手呢 而丹殿一旦动手 魔皇四长老和硝烟等 又将怎样应对呢 人们在替魔皇硝烟一方紧张 硝烟一众也紧张极了 如今形势已相当严峻 若是再无援军来助 恐怕 可是援军 丹殿的阵容如此强大 那一千五百名全五星的主力战队 就是来了 能顶多大的事 无非是被杀得更血性而已 硝烟知道 珍妮肯定会游说商萌 真家妖族等各超级势力来助自己一把 可对手是丹殿 没有谁敢轻易得罪丹殿 各超级势力会派人来吗 硝烟心里七上八下 忐忑着焦虑着 清昊然也紧张着 他看着站在丹殿殿主左右两侧的两名八星克星长老 最精密着 难道要动用血魔令 照整个魔族来源 在本心上 清昊然并不愿意这样 作为魔皇 他可以接受小规模的一起之战 并不想开这种清族之战 清族之战 非同小可 激战下来 败的一方必定会衰落下去 剩的一方也将元气大伤 哪一方都难以承受如此之疮 但如果丹殿真要不顾一切开战 他作为魔皇也无拒 血魔令定会再度现世 只有四长老没想那么多 那些都是魔皇该考虑的 他只是确实忌惮对方两名同杰对手 气势不由一致 见四长老神情凝重了起来 终于没那么嚣张了 一直冷着脸的丹殿店主 呵呵冷笑 他向前踏出一步 冷视消炎一众一圈后 问四长老 四长老 是否还要执意闯我丹殿 听闻丹殿店主如此奚落的细问 四长老太阳穴青筋爆起 眼睛似乎要冒出能焚毁一切的火焰 可他终究还是没有开口 轻浩然也没有开口 在如此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能怎么开口 消炎铁青着脸 握着天火横骨齿的手 松了又紧 紧了又松 心中沉重的难以呼吸 他只有不屈地对视着丹殿店主 脸上鞋满着 拒绝妥协 就在此时 消炎的传信器发出了震动 消炎拿出传信器 用眼角余光扫了一下 皱闪出希望的眼神 但他那希望的眼神 马上就脸了回去 现在的局面 似乎已等不到援军到达 丹殿店主 应该不会放过 对丹殿这么有利的机会 而且伤盟与真家 只说会相助 并没有说何时派出人手 谁敢保证他们不会有意拖延呢 双方又都沉默着 丹殿一众看着消炎一群人 敢怒却不敢动地吃扁模样 心中快意顿生 魔皇和四长老 他们不敢过于逼迫 但对消炎却无所顾忌 丹殿三长老得意地望着消炎调侃 哼 想仗势强闯我丹殿 从我丹殿手中抢人 我丹殿岂是任何人可以轻视的 小子 人就在我丹殿 就怕你没那个本事抢走 丹殿三长老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笑得是那么的张狂 脸上尽是肆无忌惮之色 不仅看得消炎心中怒火更盛 轻昊然与四长老也脸色更沉 丹殿三长老的话太过放肆了 不仅仅是在鸡巢消炎 还将魔皇和四长老一并说了进去 等于当众扇了魔皇和四长老 一挤而光 轻昊然脸上进出刺骨的怒意 手半拢在袖中 纳戒一闪 一枚通体血红的令牌落在了手中 露出衣袖的半截 空的刺眼 血魔令 一直关注着轻昊然一举一动的丹殿殿主 眼瞳猛的一缩 不由在心中痛斥三长老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你鸡巢消炎以激怒消炎出手就是了 你还按机轻昊然干什么 怎么说他也是魔皇 魔皇一怒 那便是半个魔族之怒 你以为是那么好承受的吗 可总不能当众呵斥三长老吧 尽量挽回吧 丹殿殿主脸上挤出了和善的笑 他望着轻昊然 语气诚恳 我丹殿与血魔一族 一向关系尚好 并无意要服魔皇的面子 更无意与魔皇为敌 不过今天之事 事关丹殿颜面 不得不承消炎 以井笑油 还希望魔皇能以大局为重 不再插手此事啊 在丹殿形势大好的情况下 丹殿殿主不适强凌弱 反而退却一步 给足秦昊然面子 不得不说 丹殿殿主对人心的掌控 相当到位 绝大多数人 都会顺着台阶下来 以免自讨无趣 萧炎一方 所有人心中都不由一揪 说实话 魔皇能挺萧炎到这一步 已是人之以尽 就算此时顺势退出 也没有人能说什么闲话 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 摆在那里 作为魔皇 当然要更为魔族的利益打算 别人不清楚 萧府一众核心 对秦昊然的处境可清楚得很 如果秦昊然在丹殿 给出台阶的情况下 仍不顾一切 为了力挺萧炎而动用血魔令 与丹殿进行轻足之战 不管胜败如何 秦昊然都将为魔族 因此付出的惨重代价 难辞其咎 很有可能被魂魔一族 趁机取代其魔皇的地位 可是如果秦昊然退却 萧炎不仅救不出勋儿 只怕还将惨遭丹殿的毒手 此时的萧炎 心中百味杂陈 但为了勋儿 他不能放弃 也绝不放弃 每个人都在等待魔皇的决定 秦昊然沉默的时间并不长 但就是那么短暂的沉默 却显得是那样的漫长 仿佛每一秒都过去了千百年 秦昊然望着丹殿殿主 淡淡开口了 众所皆知 远古浩劫之后 我魔族元气大伤 还为了争夺魔皇之位 暗战不止争全不休 内部四分五裂 正是萧炎从老魔皇的亡灵处 带出了血魔令 才让老魔皇的一命得以贯彻 我魔族才见趋一同 可以说萧炎就是我魔族的大恩人 而今天萧炎的妻子被你丹殿强夺 萧炎并非无理取闹 作为魔皇 作为魔族的一员 岂能不替萧炎讨个公道 岂能因你丹殿势大 而其萧炎于不顾 否则天下人该如何看待我魔族 如何看待我这个魔皇 清昊然声音不大 却占尽了道义 悠显吭腔 立即赢得了围观人群的掌声 也激起了围观人群中 魔族民众的热血 魔族民众振臂高呼起来 呐喊着为他们的魔皇助威 丹殿殿主气得脸色铁青 好你个轻昊然 本殿主已经给足了你面子 你居然还要执意为萧炎撑腰 萧炎不就是给了你血魔一族青灵液和血气丹的炼制拳吗 那能有多大的利益 能值得你拿整个魔族去挺他 能跟与我丹殿彻底翻脸 并爆发青族大战 相提并论 既然你有台阶不下 铁了心要帮着萧炎与我丹殿为敌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非打的你在魔族的威望 一落千丈不可 看你魔皇之位 还做得了多久 他紧绷着脸 向身后众长老使了个眼色 并冷声说 既然魔皇执意 那我丹殿 只好灵教了 话落 丹殿殿主手中 现出一种无风扩建 同时狂暴的斗气如狂风一般席卷而出 这就要开战了 副手站在丹殿殿主身侧后的两名八星克青长老对视一眼 眼中有着积蓄无奈 再不想出手 殿主都动了 他们也唯有跟随 丹殿殿主一动 丹殿便一声轻斥 眼中满是暴怒之色 其身后的众高阶斗地立刻随气而动 爆发出一股狂暴至极的斗气波动 围观人群未知色变 拥挤着退往更远处 唯恐被波及 这就动手了 硝烟一众心神异谨 双方实力如此悬殊 动其手来如何能挡 可事已至此 不能挡又如何 就算身陨也要为救勋儿血战到底 熊熊怒火在胸中燃烧 硝烟赤红着双目 一仰手中天火横骨齿 血色火焰冲天而起 轻浩然却很冷静 他冷目看着眼前的一切 握在手中的血魔令并没有发出 他注意到 丹殿动的全是七星以上的 七星之下一个没动 清浩然明白了 丹殿殿主对他 或者说对血魔令心存忌惮 依然对他留有余地 执剑动手 不过是要抢在他发出血魔令之前 将他和四张老托住 以雷霆之势 先将硝烟斩杀 丹殿殿主可能以为 只要杀了硝烟 他魔皇难道还能为了一个以死之人 继续不治地与丹殿对抗不成 那么魔族对丹殿的清族之战 就将会胎死腹中 真是好算计啊 清浩然立刻传言给四张老 令四张老待会儿 无需理会他的安危 务必获得硝烟的周全 四张老领命 一个略身 悟在了硝烟身前 眼看大战在即 千军以发之际 一支血色队伍自远处如离弦之剑般 飞了过来 八名七星斗地 近两百名六星斗地 领队者 赫然是魔皇亲卫队队长 魔血 一支血色队优优独播剧场上